OK 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 自由光Sport Cherokee 搭配2.4升四缸引擎和9速变速的 这一个4x4的四驱 应该在这个级别里面 城市SUV里面最好的越野能力 然后在自由光 或者在这个级别性价比 应该是最好的 我觉得 每一台车每一种配置都有适合的人 像这一台车 大家要想油耗 要想这个预算 然后呢 但是又想一定的 更好的这个能力 这个车子有一定的能力的话 那它就是最适合的 当然像我上一次做的视频里面 在这个自由光或者Cherokee 这个级别里面 你想配可以配的完全跟这种 豪坏SUV一样 360度啊 各种各样的配置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大樱幕啊 天窗啊什么 可以配的很豪华 但是呢 如果性价比高一点的话 其实大家知道车子 毕竟底子都一个底 对吧 引擎的话有两个给你选 2.4或者是这个3.2的V6 所以呢 唐大树还是那句话 每个人都有适合的车 如果你是一个 像这边小家庭也好 一个人在留学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的也好 一个人用这个车吧 那 像这台车的 我现在开起来的感觉 2.4的 四缸完全是可以 挺好的 现在我转过去之后呢 进入一个直线 然后试试这个起步加速 还有这个9速变速的一些感觉吧 好 出发 刚刚唐大树一个小加速呢 嗯 没有什么 让人感觉特别惊艳的 轰的一声像V8眼前就这么冲出去 是一个比较平缓 当然唐大树嘛 没有太太去 加速加的太猛 但是2.4 毕竟 V4的 它不会有这种 你就别想要有什么跑车推 推背感这种很夸张的感觉了 不会有了 那 就是用平缓的感觉来说吧 一个很平缓的加速 那9速变速呢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并不感觉吃力 但是也不会有推背感 那 这台车呢 是因为它有Active Drive 1 也就是说它有运动模式的 那可以如果说大家想有点小感觉呢 可以把运动模式打开 等一会呢 唐大树就试一下 现在我转过这个弯之后呢 在on the fly 我就把它 调整跟运动模式 哦 baby 大家听到这个 小引擎的声音了吧 这个时候有点小推背感了 那 平时的话呢 Active Drive 1就放在自动 自动一挡呢 就是 平时其实是两驱的 前驱 在这个需要动力的时候呢 它可以变成四驱 那自己来决定 或者在特定的情况下呢 Active Drive 1 你有这个雪天 泥地沙地 还有运动模式可以选 所以刚刚说呢 现在在城市里开嘛 就运动模式 那 来一下 哟哟哟哟哟哟 小推背感马上还是油点了 哎 这开起来有点小爽的 有点小爽的 还可以 刚刚说的那种平缓呢 就变成了一种有点小运动感 我觉得城市里开嘛 毕竟道路的情况各方面 其实就算用运动模式爽一点点的话 这个油耗 肯定会高一点点 但是这种这种交换的话 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开起来更有感觉一点 对吧 刚刚说的这个四缸的 2.4引擎 就不会感觉那么肉 而且小声音也蛮好听的 这个时候就能感觉到这种 换挡的时候 从声音上面 车子开的倒没什么感觉 从声音上的听出来 这样子再换了 好 挺有意思 运动到还可以 从这种避震的感觉 还有 还有这种 这种避震的处理 经过一些 当然我现在用的这个东西 就比较抖一点 它这个是一根东西 避震比较舒适还是 毕竟城市SUV 不像木马人这种越野定位的 那么的 反馈那么大 或者那么硬 感觉呢 还是处理这种坑坑洼洼 很舒服的 所以呢 这里就是说四驱嘛 这台车有4x4的话 肯定是很舒适的 就算再处理一些情况的话 那这也是 城市SUV的优势就在这里 越野的时候比较舒服一点 好 现在呢 我把它调回到 AUTO模式 我觉得 这样的一台车啊 就 让汤大叔想到 年轻的时候 这个 第一台开的也是本田 当时也不了解什么 特别多的配置 到后雷达啊 到后这种 sensor什么 都没有什么概念 也都那个年代 也没人用那些东西 那就是性价比很好 车也比较 这个reliable 比较可靠 小Civic 对吧 那当时是开这样一台车 当然后来的话 慢慢的生活的情况改变了 可能经济情况也改变了 会 会适当的换一些车 但是 我觉得这台自由光也是这样 运动版 当然如果追求极致的这种 因为这台车我再次重申一下 就是说除了 这个四驱选项 其他呢 都是标配的 所以呢 性价比就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 这样一台车呢 平时用 和朋友出去玩周末 或者是自己 喜欢出去玩玩摄影也行啊 出去camping也行啊 干嘛也行 装上东西呢 毕竟比小车装的东西要多 然后呢 哦 你像处理这条唐大叔 走过N次的这条路 明显感觉出来 比木马人肯定还舒适一点 平时城市开 喜欢的时候来点运动模式 然后去到野外的时候 他有四驱能力 四驱能力呢 Active Drive One 还是有一些可以选的 刚刚说的雪啊 沙泥啊 这样子 那在家运动 主要这三个 不然平时放在自动模式呢 那他就两驱自己 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用四驱 那这样兼顾油耗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呢 搭配2.4 九速变速箱呢 感觉上 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需要点动力放在运动上 但是大家平时开嘛 对吧 呃 这个 本来也不是小跑车拿来推背的 那平时开这个动力完全够的 就算做几个朋友 小放点东西出去玩 也很好的 那 我觉得很有很不错 嗯 当然你需要更大一点动力 你可以直接升级 对吧 像这个North也好啊 Trail Hawk也好啊 需要多点这种舒适的东西 你可以去选Limited 那现在也出了新的 今年应该有Overland 或者High Altitude这种 啊 这些 更多的越野能力和舒适兼顾的 但是这么加着加着各种配置呢 你也知道预算就上去了 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 从实际使用的角度 对吧 这台车我刚刚说可能更适合一些一个人呐用啊 要兼顾油耗 兼顾各方面 你平时一个人也用不到那么 3.2说不像有一些小家庭 那可能更推荐3.2如果平时一直有三四个人坐着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 如果你是小马拉大车的话 和这种 大马拉空车的话 其实油耗差不多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用一个 对吧 坐了四个人再装点行李 然后 用这个车再把四驱打开 你这样去开 其实 它引擎会工作的比较努力一点 所以这种一努力呢 一用力呢 引擎可能你会听到 这个声音变得很大 那就说明他这个拼命在工作了 那或者呢 反过来说就大马拉空车就是你引擎很大 当然 这个自由光的3.2也说不上很大的大马 但是只有两个选择嘛 那3.2 你平时就一个人用 对吧 那车子会非常轻盈 因为他不用很努力的工作 那这样的油耗 也相对会低一点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化就是这样子 你肯定要选自己适合的 如果家里三四口人又喜欢出去玩 选了四驱散乱 3.2可能更适合一点 如果一个人上下学对吧 上下班 城市里也开 周末出去玩一玩 那我觉得这一台完全够用了 特别像 唐大叔这种从old school 一点这种学车过来的 有没到后的一些东西啊 有没甚至现在这种盲点监控啊 或者什么 一些非常新的科技的东西 倒也没所谓 所以这个可能说的更多男性一点 那女士的话可能怕冷啊 喜欢舒适啊 喜欢触屏啊 喜欢娱乐多点的东西啊 对吧 那你可以去选其他的选项 那是 通过一些选项的角度的话 我就是唐大叔说的 如果 从自己的销售经验也是这样子 很多人直接跳到limited 该有的都有了 天窗乱七八糟的 那就定位不一样 价位也不一样 所以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台车 它的卖点还是 还是很突出的 特别是像这样一个 Sport四驱还是 非常一个 第一比较难找一点 但是如果找到 确实是个性价比比较好的车 今天用一个非常简短的视频来跟大家分享这台 自由光 吉普 自由光 Jeep Cherokee 一个运动版 但是唯一升级的选项是四驱的 然后呢 引擎用的是相对小的2.4的四缸引擎 那唐大叔刚刚已经说过了他定位 适合谁 也都说了该说的东西 但是我再总结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吧 刚刚是和云群说了 那 首先唐大叔也这个 这个帮大家把关 这辆车我们做了妥协 从一些配置上 但是安全性没有打折的 核心的东西 九速变速 引擎都是一样 这些没有打折 配了四驱之后呢 有更好的 非常好的四驱能力了 而且还有个小运动模式 平时城市里开开 还有一些轻越野也都可以了 再加上呢 他比车大 对吧 毕竟是小SUV 比起RAV4 他直接竞争对手 肯定是RAV4 还有那个CRV的那些 所以呢 那些车不是不好 都很成熟 都很好了 我只是说 吉普可能 对吧 这个品牌是独一无二的 可能代表更多一种文化 开着吉普的感觉确实不一样 我也这里不做太多横向比较 见仁见智 只是唐大叔说这台车 如果是我自己小孩读大学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开这台 安全性过关了 核心的东西 引擎变速箱 这些东西都都有 然后车非常简单 一贯的吉普风格 对吧 像这个自由观和大窃 还有一些他已经弄的 豪华城市的这种 比较奢华一点舒适一点 但是吉普的核心文化还是简单一点 更多是享受沿途的风景 从A到B 你首先要去得了对吧 你这里面再舒服 跟这个 这个起居室一样又怎么样 如果你去不了 没这个思绪能力 还不是这个最最基本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所以吉普是这样子 如果开这个车 性价比也好 油耗可以控制 让这个上大学用啊 或者上学的人用啊 小家庭用 周末可以出去玩 非常非常合适 当然 这些的妥协 最后换来的 你是很实在的这一些性价比 所以这也是很好的 今天呢 希望是一个还是时间比较可控的 但是呢 把卖点都说清楚了 这台车呢 到底适合谁 它到底卖点在哪 如果真的自己要考虑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Cherokee自由光的这一个运动版的时候 可以考虑选这个选项 四驱 还是 非常实在的 如果还有其他的需求 对吧 像我觉得 如果还要建议大家要加什么东西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 都不用加了吧 买这个Cher就是这样子蛮好的 当然有一个到货影像可能会好一点 荧幕稍稍再大一点点可能好一点 或者是买一个North的这个四驱 当然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下次呢 唐大叔拿一个 North 有配置也好 没配置标配的也好 跟大家讲讲它的区别 还有一些东西 OK OK 越说越多了 废话不多说了 当然广告词一定要说的 但首先呢 如果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的记得订阅哦 这个如果看了以后觉得 还是有一点点价值呢 希望大家给唐大叔赏个赞 如果觉得呢 如果觉得呢 讲的这个一派胡言不靠谱呢 那你就在留言里面给他唐大叔提一些意见 尽量不要这个去点点那个差评了啊 当然 唐大叔呢 如果你要在温村住或者在这个温哥华 加拿大这边呢 买车的话可以联系唐大叔 联系方式 都在旁边了 好 广告广告的话呢就说这么多了 好的好的 今天非常高兴 终于又跟大家呢 带来一款这个自由光的一个视频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唐大叔也讲的很开心 好的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多谢你的观看 拜拜